近一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 所谓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议题 世卫大会将于本月18号以视频会议举行 今天 台湾地区涉外部门负责人吴钊谢坦言 目前还没有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函 参加世卫大会很困难 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眼看又要成为炮影 台湾涉外部门负责人吴钊谢 今天上午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被问到 美国为什么不在世卫大会上为台湾提案 是美国认为不适合由他们提案吗 吴钊谢坦言 目前是这样 如果他们认为今年仍不合适处理 台湾太强硬会有反效果 当被询问 台湾今年成为世卫大会观察员的机会是否乐观 吴钊谢表示 诚实报告还是有很高的难度 日前 美国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与委员会首席议员 联名致函世界55国领导人 呼吁支持所谓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台室外部门还高调宣称 这次致函意义非凡 岛内网友讽刺到 昨天才吹牛 今天就吹破 针对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参加世卫组织活动 重返世卫大会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其真实目的就是以异谋独 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 看到美国积极挺台绿营便随之其武 但是到底是一曲双人舞还是独角戏还不得而知 民进党当局牛皮吹得响亮 如今拿不到世卫门票 还被交了个透心粮 美国所谓的挺台靠得住 台独势力这波大暴冲 又会把台湾带向何方呢 各方的观点请张慧为我们带来一个树立 张慧 好的 我们来看 其实今年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表态支持台湾地区 所谓参加世卫大会 从2017年以来 美国每年都会动动嘴皮子来支持台湾 但都是水过无痕 那为什么美国和民进党还要如此用力地装腔做事呢 就一个字 骗 对此华夏经纬网就发文指出说 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此为诱饵 对大陆大打台湾牌 让台湾是充当其抗议无能 甩锅中国骗取选票的马前卒 民进党当局呢 则是利用美国政府的作秀 大打美国牌 制造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虚假繁荣 欺骗台湾民众 让台湾民众啊 误以为美国真的会成为其以意谋独的靠山 民进党当局的把戏 就连侵律学者也已经是看破说破了 台湾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锋 他分析说 这根本不是真的力挺台湾 美国啊 只是在打假球 真正是拿台湾来玩 但美国说什么 蔡英文都照做 台湾地区根本只是美国的附属 岛内的网友也讽刺的说 别蠢到自以为是 从头到尾呢 不都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在操弄的吗 你以为对抗疫情自我感觉表现良好 广宋口罩就能够圆满达成巴结 多做一点种下野之梦吧 美国迷药吓得很重 让民进党人在台独路上时一路狂飙 香港中平社今天就发表评论指出说 美国挺台是为了利用抗中火力 来拉抬特朗普的选情 美中一系列的对抗 到美国11月大选前不容易改观 但因台独集团这波大爆冲 以接近大陆的法理台独红线 何时会爆炸不得而知 美国对台湾下股 台湾人何时才会清醒 自己的安全还是要自己救 以上是我的梳理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感谢张辉带来的梳理